哈喽大家好,我是老挝店长,现在在老挝的首都万象 这里呢是万象最大的一个二手车的交易市场 因为前段时间呢拍了几期看新车的视频啊 因为店长呢对于车这个东西呢 和这些女生差不多吧,是一个外行 所以呢很多东西只能看这个车的颜值 但是其他的像比较专业的这个里面的配置啊 包括这个车的这个保值的一些空间什么的 我对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 所以说呢很多网友建议我呢 去看一看老挝这边的二手车的交易市场 看看那个车在老挝这边二手车卖什么价格呢 基本上就能断定这个型号这个品牌 在这一带的一个保值率 所以呢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去逛一逛 老挝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嘛 因为我也没关过,走吧 这些上面贴了字的全部都是要卖的啊 这一整条切,前面那个方向一直往市区的方向 还有我身后这个方向大概 有个五六公里吧 全都是卖车 新车和二手车都有 这集中这个中间这一段呢 就是这边的最大的二手车的市场了 这边几款都是比较新的 大概也就两三年吧 我们去找人问一下 这边不知道是老挝人的还是中国人的店 在这里站了好久啊,没有人出来啊 他们开店还是比较佛系的 音乐声音很大,但是没看到人 先来逛逛吧,看有什么车 老挝这边的这个二手车 他们的这个就是年限呀 一般都是比较新的 我发现这里面好多车 都是比较新款的 这个HILAS前面摆的几款都是 应该只卖了有 这款不知道是18年的还是19年的 都比较新 橙色看起来都比较新 现在卖车都这么佛系了吗 这么大个厂子一个人都没有 这后面应该是他们家的修理厂了 进来看看吧 还挺大的后面 在里面问了一下他们一般的年限在三年以内的比新卖的价格呢 大概只能少个六七千美金 如果是三年以上的呢 可能将近少一万美金吧 所以这个丰田的车在这个里面呢 肯定是保值率是最高的 里面刚才那几款车品项其实都不是太好 但是它是2017年的 现在四驱的报价呢 还是要三万八美金 也才便宜了一万二千美金吧 老挝的这个13号公路啊 每天车子还是挺多的 在这个地方想过去一下马路 基本要等个五分钟以上 而且他们骑摩托车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进来找找看 我发现他们的二手车市场也还是挺火的 这个二手车的店比新车的店至少多三倍都不止 这个福特是不是有改装过呀 进来问问看 看看有没有人在这里啊 这是修车的 排纳斯有找到吗 就这一款这一款应该是二零 二零一七的吧 这个 这个 哦 那不不带吧 那不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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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万多公里了 三万多公里了 嗯 要卖哟 嗯 里面那是看的还是蛮新的 老板给我报价三万五千美金 市区的 看一下这个发动机里面 有没有懂房的朋友可以看得出来啊 老板一直说非常好看非常好看 可是我感觉在这个车好的地方都是已经换过新的地方下面底盘感觉就一次都没有用过开了三万五千多公里 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了 老板太热情了 一直推荐那款福特 嗯 这那句话怎么来说 言语反复必有渣呀 因为我今天是跟他来说要看一看有没有那个海拉克斯的 他一直说他们家那个福特非常新非常新 刚打开那个前面的已经开发现里面确实是非常新 但是感觉一点都不像是已经开过三年的车了 而且跑了三万五千公里里面的所有的电线全都是崭新的 我感觉他那个里面几乎是被全部换掉了 现在他的报价呢是三万五千美金三万六千美金嘛 现在报价是三万六千美金 大家觉得像这种车的话如果是三万六千美金觉得值不值呢 前天我不是带大家去逛了一下这边的我们几个国产车比较聚集的一个赛斯店吗 也是在这个街的后面 在老屋这边呢 其实我们国产车在这边有一些品牌也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特别是像新进来的 就我前几天就看到这个长城 还有这一个比亚迪在老屋这里 也算是把这个档次有点拔高吧 相比于这个武林宏光这些 因为武林宏光它可能更偏向于这个 商用车就是都是一些货车呀或者是小面包在这边比较吃香 问了这么几家呀 现在可以确定了在老屋这边只有两款车型是比较保值的 就两个品牌的 一个是丰田 另外一个呢就是福特的 在这边呢他们的不管是那个年限呢 三年五年底内的车吧都还是比较保值的 其他的车比如说像我开的那个韩国的奇亚在这边它跌价就非常厉害 我刚才问了一下如果我那个车现在要卖的话 我是19年的时候买的吧 大概开了还没有三万公里 现在是两万七千多公里 它的出价呢只出一万美金 所以说呢现在在老屋这边像这些车的价格呢 它的这个保值率还是非常低的 基本上你只要买到手你再去卖的话价格就砍到一半了 海拉克斯那个皮卡呢还是几家店有 能拿到新车的就是拿到那个橙色比较好的店呢不是很多很多店呢它是没有那个车的 因为在老屋这里他们因为跟消费习惯也有一些关系吧 因为老屋人他们虽然很多人买车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分期的 很多人就是一时兴起了有行了就去买 然后有什么事情啊或者是没钱还了还不起了 就把车子卖掉或者是被回收掉了 所以老屋这边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保有率还是非常高的 我们看到这个大街上不管是哪家店啊不管是卖皮卡的还是卖这个小这个轿车的 他们那个车的量都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在老屋这里之前也有朋友建议我买一辆这个二手的这个皮卡 因为特别是丰田的嘛他们说那个怎么开应该大的问题都没有 但是我和大家的意见呢就是说如果有钱的想买的还是想买一个新的 毕竟我们也是有一点类似于小洁癖的人嘛毕竟是别人开过的东西呢 你不知道这个车到底是有发生过哪些事故啊或者是故障啊 你心里面开的始终就感觉是一个一个新悬在那里 你没有新车看起来那么好就是有这个保修啊 毕竟这个质量它的保障是在哪里别人卖一个二手给你 虽然你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自己又是个大外行什么都不懂的话 只凭外观来看呀还真不知道里面的水到底有多深 所以总结来看吧在老吴这里如果想买一个保值最好的应该就是选丰田了 视频的最后呢店长还想请教大家一下就是如果我们要买新车的话 在这边来看车主要是看哪几个地方呢是可以立马鉴别这个车有没有发生过重大的事故啊 比如说碰撞啊还有一些泡水啊之类的这个是在哪里可以看的 如果有懂行的朋友呢欢迎在店长视频下面的评论一下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先给大家拍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